魅力女神 賈靜雯 哇 我們可以看到 美麗的女神 緩緩步入我們現場 在我們現場所有的貴賓 會給我們熱情的掌聲 歡迎我們的女神 麗麗現場 可以看到賈靜雯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優雅 非常的貴氣 很榮幸可以邀請她來到 第二次是台北王王的精品片 以我們來共賞全新的 Coultry Soul Mentor 高級珠寶系列的耀眼篇章 所以我們要請在場 所有的媒體朋友 為我們的賈靜雯 來留下最迷人的風采 所以要請賈靜雯的視線 從左到右 右到左 讓我們的媒體做不同的捕捉 好 我們是先看中間好嗎 中間我們先停留三秒鐘的時間 讓我們每一個方向的媒體朋友 都可以做一個最完美的捕捉 中間三秒鐘 二一 好 來左手邊的媒體朋友 我們請賈靜雯 視線看左手邊的媒體朋友 三二一 好 我們視線再看右方的媒體朋友 右方的媒體朋友 又把握一下時間 三二一 再一次回到我們中間 好 我們請DBH主辦方這邊 再幫我們捕捉一些完美的畫面 待會呢 我們在我們的發表會後呢 會預留更多的時間 讓大家做捕捉 那我們現在呢 大家把握一下中間 有需要特別的視線 幫我們喊一下 讓賈靜雯呢 可以看到不同的方向 如果你的視線沒有捕捉到 最好的畫面 幫我們喊個聲音 或揮個手 因為現場大家太熱情了 所以呢 可能要聽到你們的聲音 我們比較知道視線 喔 有B1的媒體朋友 好的 看一下B1的方向 中間 現在感覺是有三層樓 不同的方向需要做捕捉 好 我們最後三秒鐘好嗎 因為我相信呢 大家呢 一定非常期待 今天我們的訪問 因為今天在訪問中 除了跟大家分享 我們的高級珠寶系列 當然也有好消息 要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好 三 二 一 再次熱情掌聲 歡迎賈靜雯麗 我們請工作人員幫我承定一下麥克風 哇 今天真的很開心 可以邀請你 莉菱 Divis Taipei World 1精品 這個精品店 跟我們分享 以及呢 跟我們一起來 來見賞我們的高級珠寶系列 Portraits of Natural 今天你真的相當耀臉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嗯 現場所有的朋友 還有媒體朋友 大家好 今天非常開心 然後也很榮幸 因為我覺得 像這麼經典的一個 珠寶欣賞 我自己能夠參與其中 我覺得非常開心 是 那除了分享呢 參與我們今天 高級珠寶就是 恭喜你入圍 謝謝 金鐘獎戲劇節目 最佳女主角獎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此刻 那種非常澎湃的感覺 因為其實感覺 你現在就是蠻激動 然後也很興奮對不對 對 很開心 然後我覺得也很榮幸 在今天的活動當中 跟珠寶品牌的 一起 宣布說我有入圍 那 怎麼說呢 因為入行很多年了 所以基本上我 老實說一定要抱著平常心 但是後台很多的工作人員 都已經不是平常心了 因為他們尖叫都比我還要 你知道就本來我不緊張的 被他們叫到 我都覺得有一點緊張了 但是還是很謝謝大家 很謝謝大家 然後我覺得能夠入圍 就已經很榮幸了 然後非常謝謝宇二 我覺得宇二的劇組很棒 讓我們都有這個機會 可以參與 太棒了 我覺得今天呢 在我們的發表會中 剛好也是一個最美的moment 一起迎接這個喜悅 現場大家呢 應該呢跟我一樣都可以感受到 真的是有一種喜洋洋的氣氛 當然呢我們今天看到你的 這個現身 然後相當的耀意 尤其你身上所佩戴的 就是我們Greater 這個Flammingo 就是我們大紅鶴系列 這個系列真的非常閃耀 完全襯托你迷人的一個氣質 還有你絕美的女神風範 是不是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你今天的穿搭 還有你有沒有特別喜歡 你身上哪一件珠寶作品呢 我今天呢是叫做熱情大紅鶴 Greater Flamingo 那我覺得很特別 我覺得跟這個品牌 Debius 它這次用了很多大自然的元素 放到了珠寶的創作當中 我覺得特別的是說 比如說Flammingo 你從我身上可能看不出來 Flammingo的樣子 但是它的漸層色 比如說我的耳環 我的戒指 我的手環 上面所有的粉紅色 都是屬於漸層的 那這次我覺得讓我 高級珠寶 我有點感動的是說 它用了所有彩鑽的原石 搭配它的工藝 呈現出最好 女人最能夠呈現的一些 撫媚也好 熱情也好 自信也好 所以我今天選擇的這一套 我自己本身最喜歡的是耳環 因為其實它的那個耳扣的設計 包括顏色的漸層 都可以在我 像今天比如說 褲裝 裙裝 甚至我如果今天出門 有一點點休閒帶個性 我都可以做一個很好的配搭 真的耶 我覺得耳環的佩戴 真的會讓人家 完全鎖住這個目光焦點 而且也就像賈金文說 它真的是可以符合你所有的場合 對 尤其我今天發現 因為我覺得很多表演者可能在出席 這樣的很盛大的活動 會選擇玩禮服 然後裙裝 可是我覺得你今天的褲裝 真的把你的個性跟自信 完全展現 我覺得好迷人喔 謝謝 因為最主要今天能夠來參加DVS的活動 一定要展現珠寶它最漂亮 最耀眼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可能褲裝 也跟我自己平常的性格比較配搭 然後比較有點帥性當中不失女人味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 太美了 太美了 其實剛剛呢 就如同賈金文跟大家分享 還有呢 我們大家所見的 其實這一次呢 Poltries of Nature 高級珠寶系列 它除了呈現以往呢 DVS巧夺天宮的珠寶的設計 還有呢 優雅的一個呈現 其實在色彩美學的呈現上 它更顯得是繽紛活潑的 大自然的一個表現主義 所以呢 不僅運用了這個捷 再尋覓呢 各式的色澤獨特稀有的天然彩鑽 而且每一顆都是有獨一無二的神秘魅力 包括了有粉紅鑽 然後有綠鑽 黃鑽 橘鑽 紫鑽 還有各式呢 非常極致一個繽紛色調 所以才創造這個系列 也是智濟呢 這個自然美學跟色彩藝術的一個絕佳的作品 所以這整個系列 想要請問你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裡呢 我覺得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們的這些創造力 就是說我今天用了大自然所有的色彩 大自然是給我們最寶貝的東西 那我覺得Digris他們用了這一系列的顏色也好 甚至是Framingo 有斑馬 然後現在還有變色龍 我覺得那些都是很迷人 又有一點感覺是童趣 但是你看到它的顏色漸層跟原始的呈現 就看到這些稀有的就是鑽石 珍惜的彩鑽 對珍惜的彩鑽 被呈現的這麼人一無二 而且是獨一無二 我覺得很珍貴 對這一次我們的高級珠寶鞋 又珍惜的彩鑽 還有呢圓鑽 然後跟大自然做結合 這五大主題真的是 讓人家就是眼睛為之一亮 那當然呢賈建文給我們的印象 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樣 就覺得你是一個 從容自信 而且呢 Always就是散發表演者 非常優秀一個演員 這樣多重身份 對於現在的你 珠寶對你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我必須要說 每一位女人都是像 西遊的彩鑽一樣 她就是從原始當中 一層一層經過 你可能身邊的歷練 身邊疼愛你的家人 甚至旁邊 你最好的伴侶 把你開採出來 讓你可以耀遠奪目 所以對我來講 現在可能跟 這些鑽石珠寶的結合 就如同我的心情一樣 其實她是需要被呵護的 她是需要被看見的 所以可能從原始到彩鑽的這個過程 讓它發光發亮 我覺得那也是女人 一直以來 再不管你是職業女性 或家庭女性 可能這當中給你的東西 都是讓你可以磨出那個光彩的光芒 我覺得從你的分享呢 我覺得更讓所有的女性 一定要堅信每一個人 都是獨一無二的 沒錯 對 這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那其實呢 也正同賈金文跟大家分享 其實呢 我們這一次 Portraits of Netto 高級珠寶系列 它是Dibius契機所創作 這個高級珠寶當中呢 最具規模 而且最多元的一個系列 而且這五大主題的設計呢 也包含了項鍊 耳環 還有手鍊跟戒指 那每個這個主題設計 皆包含了非常具有品牌代表性的 圓排的鏈綴作品 而且呢 有多款的高級珠寶 都是為可猜拭的巧妙設計 對 我覺得很棒 而且男性他可以把它 猜拭成他的胸針 對 就比如說你的西裝外套上面 有一個非常亮眼的胸針 我覺得那個圓排的設計 我自己本身覺得很好看 而且它是很經典的 我們剛剛在休息室呢 得知有這樣子的 最具品牌代表性的 圓排的這個鏈綴的這個設計 然後還有可猜拭巧妙設計 這麼多的這個繽紛 還有多樣的一個 鑽石選擇上 你有沒有特別的喜好呢 我覺得很難選啊 對 因為真的整家店裡 都是讓你每一個地方都有好多的巧思 跟好多迷人的地方 不管它的大勺 它的顏色 我覺得都是很吸引我的目光 很想在整家店裡一直待下去 對 就覺得它可以搭配好多不同的造型 對 它也搭配好多不同的心情 對 太棒了 當然今天你的心情是非常美麗的 我們也可以一起感受到這樣美麗的心情 我們再次以自己熱烈的掌聲 謝謝我們今天的女神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要進行我們的媒體聯訪 所以我們要請工作人員 稍微幫我們協助一下 麥克風可能 我們麥克風先稍微 先拿一下 好 沒問題 還是我們還是先花一點時間 在準備的同時我們再拍照好了 好嗎 來 對 我剛才有聽到媒體朋友的需求 先等一下 對 剛才媒體朋友有說 還想再多補一些畫面 所以我先稍作等待一下 就請工作人員幫我們準備一下媒體聯訪 我們現在都是OK的 我們再開始 可以幫我拍一下現在我被採訪的過程嗎 來 先講大家都OK嗎 所有人的畫面都是OK的嗎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就321 我們就開始囉 321 我覺得靜雯剛剛很像有講到感 就講到很感動 是因為入圍最佳女主角很感動嗎 嗯 其實都很感動啊 我覺得我的感動是在於說 參與到我們有個距離 這樣子一部好戲 然後 所有 剛剛聽到很多我們一起表演的也好 或者幕後的工作人員都有入圍 我就覺得很開心 感動 因為這部戲大家是真的用了很多的心 很多的努力去拍攝的 那剛剛在後台得知的第一個是那個刹那 你們覺得 就是大家不要來吵我 因為我等一下上台還有很多工作要講 不要再來問我心情 因為我覺得我還是很敬業 要把今天的工作完美的呈現出來 所以有想哭的衝動嗎 沒有啦 沒有想哭啦 但是真的很開心 因為其實說真的不管今天有沒有入圍 我已經被很多人肯定了 所以我就覺得很開心 當然入圍了 包括我媽媽第一個時間 就趕快要跟我講話 可是我在工作 所以我覺得那種入圍 我覺得還說不上來 就是覺得很奇妙吧 那入圍前戲呢 會有點緊張 坦克 完全沒有 是因為我昨天帶玻妞去治療牙齒 她治療六顆 然後她是用那個舒眠治療 所以她整個晚上都在不舒服 那我這晚上其實也照顧她一晚上 倒不是因為要期待有沒有入圍 而是真的她 她有人不舒服照顧小孩 妳可以幫我們分享 她體驗這麼多美麗的珠寶作品 就是鑽石 那這些色彩 就是有很特別喜歡的顏色 或是作品 應該是嗎 我像每個女生 每個女人 不管從小到大 最愛的就是這些 Bling Bling 的東西 那我自己本身 我覺得大家有一定的變化 從一開始只了解 鑽石原來 不是只是透明的一種顏色 而是有很多顏色的彩鑽 那我今天非常喜歡 我身上這件作品 因為她的粉紅鑽 不然是從淺色的粉紅 一直到妳看到的那個漸層 我覺得非常非常美麗 所以現在如果問我 哪個顏色的鑽石 是我很喜歡的彩鑽 我想應該是粉紅色 那像金鐘鑽法的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開始做些準備 搭配一些書寶啊 那就看品牌願不願意 金鐘的時候 我現在就可以再亮一下 哈哈哈哈 這是最美的配搭了 她是宇二啊 是大風收耶 就是路人很多獎 不然自己怎麼看 我很開心這次宇二是 每一個人的努力 真的很用心的努力 好像都被評審被大家看見了 所以我只能說 我的感動也來自於 大家的付出被看見了 所以努力一定會被看見 對 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那前一陣子 某怡是生五四歲七 然後跟她借奶前往 那她這陣子還有在想要奶 完全沒有 而且不只是某某 某某也沒有喝奶 什麼都沒有 所以某某是自己選這部 某某比某某更前面 因為她的牙齒變黑色 給她看那個牙齒的X光片 他知道他不能再喝奶奶了 就把自己拿奶瓶走到垃圾桶丟掉 然後就再也不喝了 真的真的 所以我也很開心 最近好多很開心的事情 那有沒有其實看到 布布冠波要去走上紅毯 蛤? 有沒有可能看不到他們一走紅毯的話 他們看電視就好了 可以穿公主裝的 公主裝 在家裡穿公主裝 看媽媽在紅毯上穿公主裝 就他們就有看到媽媽 是帶那種冰冰的東西 然後不行 他們超興奮 他們現在就是恨不得 每天我都要身上有 各種顏色的指甲油 然後各種顏色的珠寶 跟穿著公主服 其實我在家裡 每天的打扮 覺得很像阿花 所以我最近建議可能 秀先生要準備一些 你知道 就多努力賺錢 因為女兒們喜歡這些東西 可以考慮購入 有三個可以分配 那平常怎麼暗示老公 不可能要得到你 我從來不暗示的 我都直接說我要 不用暗示 好 入圍隊長 你今天有沒有跟老公 談話 身上哪一件通報啊 直接要 不要這樣子 剛剛說 很直接開玩笑 我們要含鬚一點 就是等到紅毯的時候 我會再跟大家分享 他送我什麼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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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辛苦大家了 我相信大家今天都想把 這一美的賈靜雯 一起捕捉在你的畫面當中 所以我們再讓媒體朋友呢 滿足一下你們的這個鏡頭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捕捉到 最完美的畫面 所以我們再把握一下時間 謝謝 五秒鐘的停留 我們接下來就進行媒體聯訪 也請工作人員這邊 麥克風準備一下 馬上就要進行 來 最左邊 好 最左邊 我們再多看一些視線 回到中間 好 回到中間 三秒鐘 二 一 謝謝 好 謝謝 來 麥克風 這個麥克風還是要請你幫我們拿一下 來 工作人員請準備